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98新闻台FM98.1 财经一路发 我是代班主持人林昌新新歌 那我想其实在今天的盘面呢 看起来全球的市场都在屏息期待 台股其实你说有特别弱吗 其实看起来还好 加进指数跌了0.16% 可是大家知道吗 其实在这个包含日本 包含香港甚至于包含韩国呢 它的跌幅相对的都相对的比我们大一些了 韩国跌的比较少跌了0.4% 那日本的话跌幅比较重 日经25是跌了1.49% 那恒生指数呢相对的也是跌 那跌幅呢其实相对来说 也是在0.73% 所以其实现在是亚洲市场 其实看起来很多人都说 这个是一个选举的效应 我觉得还好啦 最主要是 其实我认为呢 大家可能可以去观察一下 今天的日元呢 又开始做升值的动作 而且这个升值呢 我看其实金融市场 大家比较少讨论 好像觉得好像讨论要结束了 可是我觉得还是要观察 今天日元 美元对日元盘中的低点 就应该说升值嘛 往下升嘛 对不对 来到140.71% 这个对于整个市场来说呢 日股有压力嘛 那这个压力就会带着 整个亚洲市场呢 相对来说比较弱一点点 所以我想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 投资人一直在等待就说 那到底接下来呢 其实包含美国的通胀率 还有说整个 美国的这个所谓的降息的状况 有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那这个呢 会影响大家的投资决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就是说 最近呢 股市跟债市 看起来股市很冷 债市很热 几个20年期公债的部分 包含云大也好 永丰也好 那还有国泰也好 这个20年期的公债 哇 这个交易非常的热弱 今天呢 20年期公债的价格 的ETF的价格呢 也创了波段的新高 所以我想 其实在这样的过程中呢 投资人呢 现在是比较 防守 就是防守大于攻击 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呢 我们今天还是要提醒 要专家来跟我们聊聊 整个市场的变化 尤其是以这个所谓 美国接下来的CPI 还有接下来联准会的动态 我觉得大家把这个东西抓好了 你的投资决策 就能够比较明朗化 那个阶段呢 我们邀请到的是 丹江大学财经系的这个副教授 段昌文 段老师好 昌信好 还有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好 段老师 那今天晚上 CPI就要公布了 是 我猜下了 8点半 8点半 今天晚上的8点半 现在通宝好像不是一个议题了 对啊 当然这个CPI的话 公布啊 是 有美国的这个投行啊 哇 整体性的 我这边统计的资料 大概有15家 投行在预估啊 今天的CPI会掉在什么地方 还有控CPI 核心CPI 对 那统计的结果的话 是这样子啊 就是平均数啦 这15家的平均数 CPI应该会掉在2.5% 2.5嘛 前值是2.9 对 前值 那他的CPI是会往下的 是 但是控核心CPI的话 他是3.2% 对 那前值也是3.2% 对 但是问题是 这个是年化的 是 但是如果是以月来看的话 对 呃 月来看的话 是CPI是 百分之0.17 前值是0.15 是 是 是往 是往上的 往上 月比 那如果是核心CPI的话 年增率的话 是没有动嘛 是 没有变 但是他的核心CPI 月增的话 是会来到0.21 是 前值是0.17 是 所以是会 也是往上 是往上走的 那我如果往上走的话 我觉得给费的 非常难做事 那那又又又又又给那个股票也有形成一个压力 压力 所以基本上有很多的投行 有那个高盛交易员 然后他也做了一个预估了 也就是如果核心CPI 对 月增率 如果掉在什么地方 是 那么 S&P500 可能会反映多少 对 他们最喜欢做这样子 连那个控 CPI也可以来做预测股价 可是 对老师 我觉得那个 很多可能都是AI做的 不然他们 那个都很多情境分析 都分析完了 当然 情境分析 我们还是要知道 当然 你觉得 如果说 控 CPI往上走的话 对美股是好 还不好 我觉得搞不好还不错 他们普遍的认为是这样子 如果说核心CPI是 没有超过百分之 就是增幅 月增的超过百分之零点一五的话 那个S&P500的话 应该会比较好一些些 那如果说是月增 是往下走的 是往下走的 是小于百分之零点一五的话 那可能S&P500 搞不好会跌 会跌 反而会跌 就对了 反而会跌 真是奇怪的这个预测 那当然这个 今天八点半就会揭晓 这个是在做降息录之前的话 是最后一个数据 对 非常关键的数据 就如同刚刚 这个 昌星所提到的 我们基本上 我们最近要留意一件事情 就是 这个日元反弹 对 可能啊 会是黑天鹅再次飞出 对 那华尔街今天有警告啊 警告说 这个 别认为没事了 都140的 那还得了 那如果140飞 这个是一个黑天鹅的话 我想这个 美元对日元下跌啊 基本上是有很多方面因素的探讨啊 如果说降息两码 我觉得啊 那日元啊 会长得更凶 对 黑天鹅 它升值会更快 对不对 黑天鹅会变两次 是 所以颜下之以后就会有叠加的效果嘛 就是说假设美元降息 大家会想到衰退 第二个想到日元升值 两个就叠加起来 今天如果说日本 日本要升息 是因为他的国内通货膨胀胀胀胀胀胀太严重的话 今天如果说美国他又降了两码 那不是利差又越 再说 那可见这个会引起这个日央啊 更大胆的这个行径 现在日央也说不排除了嘛 对不对 我看最新出来说 日央说不排除假设在核赦状况下会在升息 有人是预估说11月会开始升息啊 但是如果说两码的话搞不好这个月就会先升一码 升个0.1左右啦 哇那这样的意思一下 那这样会对金融市场的压力 我认为就会变大了 压力在哪里 压力就是刚刚昌星所提到的 日元套利平仓可能会卷土重来 绝对会的 大家不要怀疑 可能大家都会拿到一个资讯 就是很多人都在很多专家都讲说 日元平仓已经结束了 或者是平仓的都已经close了 都已经结束了 我跟你讲 我不觉得 这个市场上面啊 还没有把日元平仓的数量还是占多数啊 只是统计出来的那些数据是来自于Hedge Fund 就是那些对冲基金里面的一个量人 那当然有没有可能其他本来是在做投资的 变成变投机的被强迫出来做平仓了 那个日本人在国外的投资金额啊 是之庞大 对基本上以前大家就是日本人都是喜欢在国外投资 不然公私法人或是自然人嘛 对 现在是不是就强迫要平仓 对不对 他不一定是套利交易嘛 对啊 他必须要卖掉海外的资产 对对对 是 所以你看一下日本人投资啊 是全球到处都有 对对你能想到的国家都有日资的一个这个影子存在 哦那你... 你想到那些非常冷门的国家啦 比方说大家,我们台湾人非常喜欢去那吴鸽窟啊 对,那吴鸽窟 柬埔寨 柬埔寨 柬埔寨基本上是跟中国大陆非常好的 那问题是吴歌窟修复的 里面的也有日本 有日本的企业在里面 对日本的经费在里面 这个倒是不知道 而且中亚国家 还有一些南美的国家 都有日本人的日元的影子 如果引起日元升值的话 我想这些恐怕又要退回20年前 这些国家 那言下之意 对老师我能不能够这样理解 就说假设日元一直升值的话 那么过去的有一些加杠杆的部位 他现在刚才要去杠杆 所以资金就开始说了 这个恐怕是日本央行 想要这么做的 对他说有利 对他说有利 而且我想昌星上个月 应该有去过日本 应该知道说 日本的物价实在是涨太贵了 旅馆根据日本自己的统计 早期的时候一个人平均是一万块日币 现在要两万两千块日币 那你说他们统计出来的整体的旅馆是涨13% 但是如果以一万块钱日币涨到两万块日币 那不是涨一倍吗 涨一百% 当然小旅馆是不会 所以对外国人来说其实还好 因为我们享受日元贬值的福利 可是对于日本本地来讲 非常痛苦 他们物价涨幅实在之高 那当然先前有人说是因为工资去拉物价 但是问题是这一波物价实在是涨幅 实在是胜过这个工资 我想应该会颠倒回来 对好 那我们待会再来聊聊日本 还有这个所谓的美国央行的问题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来 我把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代班主持人林昌星 在我们现场是淡江大学财经系的副教授 段昌文段老师 段老师我们刚才其实跟大家提到 这个日元的部分 相对来说要留意 因为我看到今天日元其实是比较强 那这个今天我想问 就是如果是美联储FED 看起来板上钉钉是要降息的话 那降息的过程中 现在债券真的很夯 那债券的投资 看起来您也都是都有涉猎 这样投资 一般的投资人应该怎么样去做解读呢 我觉得因为债券市场的话 是最近两三年来在台湾深植民心 对过去其实没什么投资 大家都做股票比较多 对这是这是什么 这是因为台湾低率的结果 那低率 其实网络上有很多人在讨论 我们的利息都被谁 这个抠走了 那就是最上面那个 想一下自己去找一下Google 应该就知道 那台湾早期的利率是非常高 那大家买 我听我爸说有13%的 对不对 有13%的 银行退休有13% 我还经历过还有15%的 早期啊 我自己写的书里面 我有统计过了 也就是说 我们把台湾的历史分成对半的话 那早期如果以现在来算了 往前面推推大概40年到20年前之间 这段期间的话是定存的报酬率胜过股票 对那时候存定存就好了 对对对 而不是18% 大家可能会误会 可能我存18%的 18%是那个那个 公教 他们存的 那我是说银行的一般的定存利率 就是有这么高 就打派股票报酬率 10%到15%每年 而且你躺在家里 也不用每天在那边盯盘 9点就好紧张 不是不是啊 8点半就好紧张 到底是要买单还是卖单 一直紧张到 早期的时候 台湾是到12点还可以去吃中餐 对 现在 现在便当业者为了 自从开业 那个营业交易日交易的时间 到1点半之后的话 那便当业者真的是非常萧条 最近好 最近好很多 最近可能好很多了 对对对 所以您这样提就说 过去其实利息很高嘛 但是这段年时间 大家可能很多年轻人都觉得 我存银行可能就只有一%而已 对啊 那如果相对于债券的话 那有4%5% 我何乐不为 是 反正给那个中介机构 去赚个0.5% 是 那应该不为过了 对 所以大家应该有一个 这个去 就是台湾人投资人 目前应该 我不能说 有很多 这个股票投资人 当然他喜欢波动 但是毕竟我们投资人 多数的投资人 都是风险驱避者 喜欢 喜欢收利息 对不对 本金最好不要动 你不能把 把所有的投资人 都当作是风险爱好者 那风险驱避者的话 基本上他就想要有高息的嘛 对 不然台湾的高息ETF 怎么会卖这么好 后来才是因为 债券的ETF才卖得很夯 对 那反而股票的ETF 有没有卖这么夯啊 当然有啦 当然不能 可是就是一波一波 对一波一波 今年上半年就是高股息 对 可是高股息好像现在就是 有一些资本利损了 对 但是如果 大家在买债券ETF的时候 恐怕 要观察一下 FED他降息的动作是 快还是慢 速度 对不对 如果速度非常快的话 我看你也要赶快结清 那我建议是这样子 因为ETF是 他会换约嘛 就是ETF债券的话 他买了 他那边写了说 说是十年起的 那基本上他一定买八年 七年左右的嘛 那存续期间 大概就是平均 接近十年而已啦 然后如果说你的债券 接近到期的话 他会再卖掉再买新的 对不对 他会只这样rotation 但是大家买债券ETF 要了解一个事实 是 换约一定是越买越贵 是 跟你换车一样 简单来说 你换车 你不要换中古车就好了 你如果换新车的话 就是新的合约来的话 你的那个 价格就会越来越贵 所以言下事意就是说 如果是直投债券 他是锁定利率 但是买进债券ETF 他的利率可能会浮动 对 一定会浮动的 那当然你 你能够接受这样子的话 当然就是OK啦 是 但是如果你要去锁定 说 现在可能有很多投资级的债券 也是triple A的啊 或者是A plus的啊 非常好的啊 他的利率也来到直利率哦 而且是到期直利率哦 而不是现在挂挂的 比方说票面 对不是名目 对不是票面 对是直利率哦 也有4.5% 4.5%的话 你如果持有10年 10年如果我们 我们不用算那种 富利这么难算的 什么开根号 乘以时就好了 什么的 我们把它乘以时就好 你也有45% 你躺在家里睡觉 也有45% 投入100块 投入100块美金 突然间有一年 人家告诉你说 你的债券已经到了145块 那何乐不为哦 所以我想应该有很多人 都有这种感觉啦 但是ETF没有哦 ETF可是没有哦 所以ETF你可是 要跟股票一样 要去盯盘啊 是 那言下之意呢 其实ETF 其实他是比较好进出啦 可是大家 当然是很提醒大家 其实ETF还是有 他的这个波动啊 跟他的要注意的风险 这个部分哦 那如果就美国公债 投资级债券 跟非投等级债来说 那这个时间点呢 大家应该怎么来选 会比较好呢 我觉得目前来看的话 因为经济如果在衰退的话 那你如果是非投资级的债券 恐怕会消失 但是你如果买是ETF的话 ETF是一个投资组合 其中一家公司消失 你不会有感觉 只是会在账面上说 今天怎么跌了0.1% 因为债券经济人 他可能买了20档 或是50档 他可能一档 Default那其他还要吧 对对对对 他可能也不会等到Default 之后 有价差就出了 有跌下来 他应该就已经 就减码了 开始减码了 所以如果你要锁住未来 或者是说 白话讲一点 就是说 你认为未来 美金的利率 会不会跌吗 会啦一定会的啊 那百分之百跌 你觉得会跌到几年 还是两年之后 还会再升息 不大可能 对应该没那么快 这一波升息 就搞了两年了 但是降息恐怕会走五年 那再来是七八年之后 可能还会再升息 所以这个循环 可能会比较长 对对 循环会比较长 降息的循环会比较长 那如果降息循环比较长的话 现在如果利率在高点的话 那你是不是要锁住未来 那锁住未来的话 你是不是要买长期的 如果你要4.5% 享受十年的话 那我跟你讲 你买ETF是错误了 ETF就是短期 有波动空间 短期而已啊 那你如果要去锁 比方说股票的ETF 高息的ETF 当然是OK啦 但是问题是 你如果要躺在家里 睡觉的话 不用盯盘 不用那种 每天都在惊恐中过活 我觉得找一家 券商或者是银行 都可以 都可以直投 美国的债券 直投债券就是说 假设Amazon啊 还是这个我们说的 Apple啦 他出债券 对不对 直接买他的债券 对 然后他的利率就固定了 期限就固定了 期限就固定 利率也固定 你也不要管他说 到底他会不会跌 还是涨 目前是 目前是涨的阶段啦 所以你现在如果 锁住比较长期的话 等到他降息到 一个阶段的时候 你再去评估说 到底你要把你的债券 卖掉 还是要持有到到期 这个都比ETF的弹性 还要来得高啊 是 所以说言笑之言 今天的段老师 其实就讲得很好 也给我们大家 不一样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新的认知 就是说 假设大家喜欢做ETF 对 他的流动性 其实相对的 比较好啦 对比较好进出啦 对不对 那又有很多的 这些操作的手 方式 可是如果说 是要锁定利率 对 用直投债券的方式 是 所以其实 段老师 其实现在如果要 直投债券的话 说老实话 你说银行啊 券商啊 管道都很多 管道很多啊 去问一下啊 就有了 开个户 也不用开户啊 你有银行账户 应该就可以买了 你如果有买过 共同基金的 就问一下 你共同基金的 那个专员 大概问一下就好了 那有很多人认为说 哎 老师你有没有买 有啊 我买一缸子啦 老实说我也有买 我直投债券 ETF都有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如果你是直投债券的话 因为它的流动性 没有那么好 你就是要 长期持有啦 你如果一买一卖的话 我去看哦 可能都有 三五%的 价损哦 你马上买 又马上卖掉 那跟ETF 我好像有在问啊 我是直投 买ETF的 美债 我也是在 美国的 券商买的 是 我也是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